正逢旱季的緬甸 从市区通往农村的道路 总是尘土飞扬 路虽难行 仰光慈禧至宫 依旧奠记着与村民的约定 无垫生活的大不易 都市人很难体会 但慈禧志工看到也听到了 前后三次下乡为村民 送来太阳门板 来电的感觉 果然跟之前的生活大相径庭 志工屋屯翼协助安装 也提醒村民在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有了电力可用后 志工也鼓励村民将省下来的蜡烛钱 存下来住人 一颗来电的灯泡 照亮村民的心 也照亮农村的未来 大家新闻 黄鹿发泰左 左臣永胜 面殿报道